到底誰在做事 還是只想來貪污撈錢 前面選舉委員會 你到底來這邊是害我要被擠是不是 沒有啊 你要不要登記一下 來選個立委 還是選個什麼總統 好像可以考慮 得年輕人就會得天下嗎 我覺得是耶 現在年輕人不是都不愛投票嗎 年輕人手投足啊 大概一百多萬耶 年輕人選票很重要 政見直接拿出來之後 年輕人是連理都不理由 關鍵是 如果你都是老先生老太太出來選 那跟年輕人就有代溝 所以我覺得這個國家 未來還是要交給年輕人 老年人你很難去改變他 所以誰能夠走到年輕人的心目中的話 他勝選的機率就很大 年紀大了他就懶得出來投票啊 病的病 身體退化退後 剛好投票單天又下雨 就跟不起來出來投票 那年輕人不一樣啊 手投足興趣滿滿對不對 搞不好早上九點鐘就起床 你就去投票了 是國家一股很重要的力量 眼睛要雪亮一點啊 到底誰在做事 還是只想來貪污撈錢 要有判斷能力啊 最終就看選票嘛 支持執政者